韩国总统尹熙岳主持国务会议 对粮食管理法修正案行使否决权 要求国会再度进行议决 尹熙岳表示 粮食管理法修正案不利于农业发展 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法案 当天的国务会议 就粮食管理法修正案 在意要求案进行了审议 尹熙岳表示 修正案在未进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 被单方面予以处理 对此感到遗憾 政府持续对法案的副作用进行了说明 指出该法案无异于农业发展 是一项有违政府农业管理目标 对农民和农村发展毫无帮助的 典型的民粹主义法案 尹熙岳表示 这份粮食管理法修正案 无视市场大米消费情况 要求无条件使用税金购买所有剩余大米 是剩余大米强制收购法 根据专家的研究结果 如果因此导致大米生产过剩 米价下跌 农民的收入将会变得更不稳定 尹熙岳表示 在经有关讨论和听取民意后 决定行使否决权 要求国会在意法案 尹熙岳在国务会议后 批准了粮食管理法修正案在意要求 行使了否决权 这是2016年以后 总统时隔7年行使否决权 也是韩国宪政史上第67次行使否决权 尹熙岳行使否决权后 粮食管理法修正案 在国会过半再席议员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议员赞成的情况下 即可重新进行议决 但在国会占据超三分之一 议席的执政党反对该法案 预计将难以重新进行议决 请不吝点赞订阅